来看这个大新闻 瑞士跟美国签署了新的FATCA协议 什么意思呢 它是个金融账户数据的互换 听起来互换双方都可以用 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那从2027年开始适用 目前我们看到在瑞士金融机构 只要在美国客户同意的情况之下 向美国税务部门披露账户的详情 如果不同意的话 美国就要按照行政援助来索取数据 你看到这个程序很复杂 简而言之言而简之 意思就是说调整之后 在瑞士的美国客户会失去拒绝的机会 什么意思大家懂了吗 从俄乌战争之后我们就看到了 瑞士协助西方冻结了很多 俄方的一些资产等等 今后我看到有一位博主 他写了一个结论 因为其实他的法律的 这个协议的细节非常的复杂 涉及到很多专业 存进瑞士银行的资产 形同裸奔 而且说实话目前是单方面的 美国可以跟瑞士要求给我看 但是瑞士不行反向操作 韩冰 其实欧战争以后 瑞士就已经完全失去 他的中立地位 因为以前瑞士是中立国 那他在金融上也享有很多 可以保护他自己本身的机密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他就一步一步对美国退让 第一个他现在已经没有中立国的地位 第二个他现在的金融 等于完全对美国敞开大门 以后美国高兴查谁的资产 瑞士不得拒绝 所以韩冰你看 之前像是个瑞银就崩了一波 对不对 然后很多沙特等等 阿联酋都把这个财富和转移出去 明知如此 为什么瑞士还要再节节退让 我觉得这个就是没办法 因为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实在是抵挡不住 实际上你以为以前美国就要不到吗 其实以前美国就要得到 不然陈水扁那是怎么要出来 也是 只是以前至少 他大概只针对一些特定的案件 或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大概可以做这样的配合 那可是现在等于你通过这个 新的这个FAQ协议之后 那就变成以后美国 只要美国认为有需求 我就可以要求你瑞士提供 你瑞士还不得拒绝 那在这种状况的话 那你觉得这些跟美国不是那么友好的 这些国家 他还敢把钱随便存在瑞士的银行吗 然后再来 就是美国自己内部的黑帮 因为你知道瑞士银行 以前是美国很多黑帮 会把钱存在那里 他们大概也不敢随便存在那个地方 因为会非常危险 那当然这个对美国来说 他可能就可以杜绝掉很多犯罪 或是很多不利于他的状况 可是对瑞士的银行来讲 以后他就会失去大量的客户 其实以前瑞士就专门在赚这种钱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因为他也因为他能够帮你保密 他能够拒绝外国的调查 所以他跟你筹力是相当高的 那现在就变成这笔生意就没了 那他的金融信用几乎就整个崩了 是啊 我认为瑞士这样子以后 因为瑞士对他来讲 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金融服务产业 那你现在如果通过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他的金融服务产业 慢慢慢慢就开始萎缩 因为大家对瑞士恐怕信任度就越来越低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瑞士 他没有办法抵抗美国的压力 到最后就只要承受这个服务 之前事实上之前很多这个中东啊 等等都撤了一波 但被认为这一波的操作 有可能是针对中国的顶级客户啊 有可能啊 对啊 因为他们一直也怀疑说 中国大陆包括他很多企业家 甚至包括中国大陆很多党政的高层 他们的钱也是这样存的 存在那个地方 那如果美国有这些东西的话 他抓住你的命脉 他就可以反过来要挟你 要求中国大陆的党政高层 或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家 转而听美国的命令 那就看 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做到这一点 但是问题是这个协议是2027年开始适用 那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大概就会出现逃亡潮 所以我才想问韩冰 我们这个新闻人都会想的比较多一点 事实上跟韩冰讲的很好啊 过去没有的时候也可以啊 比方说陈水扁嘛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那他现在呢 刻意啊 还蛮高调的签这个东西 是要签给谁看呢 这是某种警告吗 我觉得就是告诉 这一些过去跟瑞士银行来往 很密切的这一些 包括一些各国的寡头啊 还有包括中国俄罗斯的这些企业 甚至党增高层啊 我美国已经可以开始抓住你的 小便子了 你有把柄在我手上是不是 你跑不掉了 因为老实讲 现在对这些客户来讲 虽然我说会有逃亡潮 可是他要一下子把资金转出来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对啊 而且他要找寻替代的 恐怕也很困难 因为通常你会存在那个地方 大概是有一些是你在本国 也不能被人家发现的东西 而且逃亡潮也会留下记录嘛 对不对啊 所以接下来 这些人都要伤脑筋了 我觉得美国这一招是蛮狠的 只是瑞士这一招会害自己害人产 对啊 这个瑞士完全无招架之力 从俄乌之后呢 我们看到瑞士最引以自豪的 过去这个小而美 他的这个金融信用 大概就这样是彻底崩了 美选的部分 一定要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 这个拜登的这个辩论 大家有目共睹啦 太可怕 他不要说讲的结结巴巴 与无伦次 下台的时候 步履蛮山还需要搀扶 那这一波呢 都让大家觉得 这已经无关乎你的这个政治理念了 那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担当责任的一个这个领导者 那包括民主党内也是一样 现在内部也不忍了 传出了换拜登各式各样的 什么从法律来看啊 从这个输赢来看啊 反正简而言之就是要他让 但是呢我们看到 我觉得其实也还蛮让人感慨 我们都说美国是民主国家啊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人民根本没有做主的权利 还是由党内的一些权力的把持者来操控 不是吗 包括欧巴马 包括克林顿 挺拜登 然后呢我们看到 裴洛西也挺啊 不是吗 那时代杂志的封面 就有没有 就这个封面 大家都有看到 真的是有没有 看了真的很难看啊 只写了一个这个panic 恐慌啊 但是拜登要不要退呢 谈何容易啊 他的背后有一大堆既得利益者 那第一圈核心的 当然是他的家人啊 所以家人当然希望他继续选 所以大家现在就开始啊 这个你推我我推你 这不是拜登的错 都是幕僚的错 幕僚太长时间的辩论准备 让他负担了太多的数据 这个准备啊 根本是不应该的 不需要的 所以把拜登搞到这么糟 都是幕僚的错 还有化妆师 化妆师也有问题 把拜登的脸化的太白了 所以拜登看起来一脸病容 然后拜登的这个大金主啊 也发文炮轰拜登的幕僚 有没有 都不是拜登的错 拜登表现不好 都是幕僚的错 好 谁可能是替代者呢 贺锦丽吗 不会吧 希拉蕊呢 会吗 那换 就算换的话 只是输得少 还有输得多的问题吗 那共和党在加码嘛 援引这个宪法 有没有啊 从宪法角度来看 这个要呼吁内阁 宣告拜登无法适事等等 那另外美国的前情报顾问说 拜登在辩论表现不佳之后 美国可能会采取 这个结束乌克兰的冲突 介大使觉得呢 先问介大使一个问题 会不会换拜登 他会被换掉吗 我觉得拜登的危机 还没有解除 还没有解除 因为问题就是说 这个不受他控制的 尤其是媒体部分 过去这么挺他的媒体 还有就是说 都是民主党的重要的这些 媒体都几乎不悦而同的 都直接讲他应该退选 媒体都掉头而去 掉头而去 你像Times 基本上他写这个panic panic包括Times还有谁 包括民主党人 非常有利的一张封面设计 倒不把那个封面设计 我觉得非常简单有利 对而且这些 比如说像这个New York Times 他就说你如果想为国家服务的话 你就退选 这个panic是谁在panic 这个民主党人 民主党人整个在怎么样 在恐慌嘛 那这个panic用了很多了 我看那个就是 纽约时报 还有就是说华盛顿时报 他们都形容共和党 现在用两个字 一个用panic panic就是恐慌 另外一个freak out freak out就是已经崩溃了 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问题并不会就是说 你今天眼睛闭起来还是不存在 我觉得越是拜登在这个过程中 他越是坚持下去的话 我觉得这个在随着未来 可能就是民调会往下掉 那他这个压力就是双重的 那freeman就是这个 美国这个著名的专栏作家 也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在纽约时代天天发 他也就明白的讲要这个应该 他说拜登应该要下台 那不要选了